哈囉大家好我是Lori Bear 今天要來試用的是 NARS惹火唇膏 我帶了兩個色號 一個色號是Anita 然後另外一個是Jane 現在直接來試這個色號 我叫做Jane 就是一個很 在手不實色的話 它就是一個很土橘色 土橘紅色的感覺 沒有到完全 完全橘 它還是帶了一點點的磚粉 然後混橘色 然後是土橘色塗在手上的感覺 那我們來試試看它塗在嘴巴上 會是什麼樣的效果呢 給你們進去看 Jane這個色號我自己蠻喜歡的 它就是一個很漂亮的 土橘色 然後在手上的話就是 很土橘色 可是在腿巴上的話 就是很自然的 嗯...成熟色耶 我自己覺得它就是屬於 唇膏類中 呃...比較...優雅的顏色嘛 比較成熟穩重的顏色 但是也不會說顯老 反而是呃...如果日常擦的話 你不會覺得它太高調的一個顏色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擁有那個 NARS的人火唇膏 然後我很少買專櫃的唇膏 可是我現在一塗 我就...其實立刻有發現 專櫃唇膏跟品牆開架唇膏的差別在哪裡 雖然它是霧面的唇膏 但是它真的非常的滋潤 先擦在手上四色的時候 就可以發現它的顏色非常飽和 而且不會說到那種很軟的膏體這樣 呃...一擦它就會立刻變形 但是它還是保有它的滋潤度 只是說它好像有稍微在...在流汗耶 它的膏體...因為現在台灣有點熱 所以它其實旁邊有微微的那個...汗珠 所以可能要適時的讓它... 打開來讓它吹冷氣一下 呃...不要把它整隻掉到冰箱 可能會有蒜頭味 蒜頭味 然後它真的很飽和 然後可以改善你嘴皮 嘴皮它可以完全把你蓋掉 因為它顏色夠...夠...夠深夠飽和 也不算夠深啦...應該是說它夠飽和 然後它又夠滋潤 只是說我覺得就是... 你嘴巴皺起來的時候 唇紋會比較多 但是我看了很多... 其實我之前有想要解決唇紋的問題 但是我看了很多那個... 細看很多廣告的唇部拍照 還是會有唇紋啊 除非...除非你Photoshop把它修掉 不然其實我覺得很難耶 嘴皮可以透過去角質去把它改善 但是唇紋真的有點難 還是大家有什麼好方法可以告訴我嗎 直接換掉一副水塵嗎 好 那我們再看第二個四色 是你的阿彌塔 這兩個顏色都有點些... 比較優雅的... 比較太高調的那種紅 就是比較... 吐色系 比較大自然色系的粉紅跟橘色 那我們現在來試這一隻 是阿彌塔 其實它看起來就是一個很... 磚粉紅的顏色 我真的超愛這個顏色 我現在買超多唇膏的顏色 顏色都差不多 都是這種磚粉紅色 只是每一隻的飽和度啦 還有顯色度不一樣而已 好啦 直接廢話不多說 直接來查這一隻阿彌塔 它是屬於一個很淡的 磚粉紅色 其實如果現在遠看的話 其實看不出來我有橙色對不對 它就是很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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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剛剛第一隻才說那個土橘色 Jane它很自然 其實這個更自然耶 這個很適合你那一天想要裸妝的時候 就可以搭配這支口紅 就不會太高調 然後第一隻就是你想要好氣色 而且我覺得第一隻那個 Jane它是可以顯你的肤色的白氣程度 那這一隻我覺得比較適合 肌膚原本就是很白的女生 會比較適合這一隻 會比較能凸顯它的粉 所以說 公合來說這兩隻的顏色我都蠻喜歡的耶 其實我覺得我好喜歡它唇膏的質地 難怪它那麼紅 它就是完全 第一個滋潤度沒話說 它雖然是霧面的唇膏 但是它塗上去嘴巴完全不會讓你有乾的感覺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它顏色非常的飽和 它可以完全蓋掉你的嘴唇的暗沉色 還有一些嘴皮耶 就算是這個淺色的也沒有嘴皮也不會看得出來 但是 會有唇紋 會看出唇紋 因為它畢竟是霧面的 所以會唇紋的狀況還是會有 然後再來就是它很好卸除 它非常好卸除 基本上 盡量是比較這樣的 基本上你拿衛生紙擦的話 它就會被擦掉 所以如果說這樣子的反面來說 就是它的持久度沒有那麼好 但是我自己吃東西是掉的還好 但是它真的蠻好卸除的 那缺點呢 缺點是什麼 缺點我覺得還好耶 這不算是它的缺點 就是它會 因為台灣天氣太熱了 所以現在夏天它外面會有小水珠 那其實你只要把它打開來 吹冷氣一個晚上 它基本上 這個狀況會改善 除非你不心疼它 那你就持續讓它流汗 然後 再來就是 可能 唇紋的部分它比較會顯現吧 就這樣我覺得它沒什麼缺點 其實我蠻愛的唇膏 我蠻愛的唇膏 它真的好多色 我真的有一種 選擇困難症 但最後最後就是 爬紋 還有看一些濕色圖之後 選了這兩個顏色 其實也是亂 安妮塔 算是我自己想要在粉紅色當中 亂 亂挑了一個 但這個顏色我OK 就是 很自然 可能我覺得可以上班 還有裸妝的時候擦 然後這兩隻唇膏 我覺得它是不是有很多韓系品牌的唇膏 在綁它的質地啊 就是 一種偏軟的膏體 然後 然後 顏色也是很像耶 還是只是我的錯覺嗎 總之就是 NARS的唇膏 試色就到這裡囉 然後 這兩隻唇膏我個人蠻推的 我覺得它 非常好擦 而且它非常的美 顏色擦起來很飽和 非常的美 那今天的試色就到這裡囉 掰掰